同學狀況很多啦 像剛剛有同學怎麼 就是這個JQuery Mobile這個資料夾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失蹤了 就是 這個JQuery Mobile如果失蹤的話 那怎麼辦 假如說啦 我剛剛是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不小心他把它刪除掉 我先不要刪除 直接啦 假設他放到別的位置去了 不見對不對 如果你不見的話會造成什麼狀況 重新整理 不見了對不對 如果我及時 你會發現呢 他基本上這個 這個網頁就出不來了 裡面就等於有了有出來了 但是出來的話長這樣 有沒有 怎麼樣啊 就其實他就是 衝擊量就是一個很像網頁的東西 可不可以連結 其實也 也無法連結 OK 所以這什麼東西等於是壞掉的東西啦 那當然一般是建議要不然你就重新再來過 可是重新再來過很花時間你現在只 只插一個東西什麼東西 就是 這個JQuery Mobile 所以要不就是說你從別人那邊把它複製貼過來 要不還有個方法我剛剛是幫同學做因為 他內部其實會幫你自動產生 可是什麼時候幫你產生呢 就是當你開一個新的檔案 叫做HTML5 建立之後的話你直接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頁面裡面 你就先插入一個 只要做 一個動作 就是JQuery Mobile 隨便放一個 放個頁面好了 反正你只要使用裡面的任何東西 他都會跳這個畫面 JQuery Mobile的檔案要不要放進來 你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邊隨便按一個確定就好了 只要你做完這件事情 那你會發現呢 你這邊重新整理 等一下 我把它 我還沒存檔 把它存檔一下 存檔的話就是檔案裡面存檔 或Ctrl加F 只要你做存檔的動作 他就會自動幫你產生剛剛那個資料夾 所以我隨便存一個檔 這個檔名隨便取了 沒關係 你會發現只要存那個網頁 他也會自動幫你把那個JQuery Mobile資料夾產生 也就是未來 如果假設你看到那個狀況 你應該是那個 你那個資料夾不見了 OK那沒關係你用這個方法把它再產生 那目前你會把網頁出現了 但那個資料夾現在沒看到 你把它重新整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那這個網頁其實只是 怎麼講過度的 他沒有特別的 重要你把它關掉沒關係 那你這個時候再把它及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又恢復正常了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好像也蠻常同學 問的問題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 這個網頁裡面 只要缺乏 這個資料夾 的話 你將來看到的畫面就很像網頁了 那為什麼會不見 其實這個我也不知道你們是做什麼動作 因為我 從來沒有不見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會不見 當然 做一些設計類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犯錯就好了 我發現有的時候 只要你這個做的 步驟 SOP都跟我 講的一樣的話 應該就不至於會出錯了 出錯可能就是你幾個動作 也許做的不一樣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順便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部分做個Ending 即時 你可以看到 綠島機場 這邊是Home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把這個Home改成一個 圖示 這個圖示就是一個icon在前面好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 剛剛的部分 剛剛的部分 可能記得 1先找到綠島機場 2 請你切到左邊這邊的 這個 這個的外面喔 要不就是放他的前面 要不就放他的後面 特別注意喔 一定是 這一個 綠島機場H1 跟斜線H1的 左邊或右邊都可以 那我習慣是放 他的右邊好了 放這邊 然後你就打一個Home 並且在這個Home上面呢 點一下之後的話 再輸入超連結 其實你會發現超連結就點 在這個地方 把它加上去 那如果你做完這件事情的話 它會出現有一個按鈕 OK 第一步 可是問題我希望有個icon的話 那你不要再放回去這裡 Home 然後呢 請你看一下右邊的部分 叫做 什麼呢 在標籤檢視窗 裡面呢 請你找到什麼 找到一樣是 JQuery Mobile 這個地方 這個 標籤檢視窗 從 同學找不到 這個 叫標籤檢視窗 裡面的JQuery Mobile 這個 然後請你展開之後的話 找到有一個 它的標籤名稱 叫做Data Icon Data開頭的 I開頭 所以這邊按照順序 I的話呢 到哪裏 有沒有 Data Icon 找到了 那請你在Data Icon的右邊 選取一個 你要 把那個按鈕變成什麼 Icon的 這個 圖示 所以啊 這邊的Icon 指的是 你要在這個按鈕上面呢 放上什麼 圖示 什麼叫 小小的Icon 小的縮圖 那我們用一個Home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游標放在Home上面 然後呢 點選這個資料標籤 JQuery Mobile 找到這個 Data Icon 然後給它Home 好 那我們來切一下即時 再切到綠島機 我想看看 有沒有 Home就出來了 但是目前的狀況喔 就是會變成說呢 它有Icon 但是 字還在 可是如果今天呢 你希望喔 這個字不要出現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啦 這兩個效果都OK啦 有字 有Icon 其實也不會太醜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那個按鈕 比較大 如果用滑 用你的手去點比較好點 如果一個小小的那個Home我發現喔 還是蠻小的 不好點 OK 如果你今天希望喔 可以把這個 Home這個地方的字不見的話 最後的話 你可以發現喔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改一下就好了 在哪邊 其實就是Data Icon下一個 標籤 把Data Icon下面這個Home 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沒有喔 沒有字的話 你不然 叫做Data Icon Pause Pause應該是Possession吧 它的 位置還是什麼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選項 就是 不要有文字的選項 不要有文字是哪一個 不要 就是No Test就文字 不要有文字 NoTest OK 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Button Lapt Lapt 是 左邊 右邊 上面 其實每個效果你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先試一下NoTest好了 NoTest什麼效果 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點一下綠島機場 有沒有 就是我們要的 但是你想說 老師可是我不要這個效果的話 我可不可以換一個效果 什麼效果呢 我看一下喔 用那個 Lapt 應該是跟之前一樣吧 Icon 再放在左邊是固定的 那我如果放在下面的話 應該放上面 放Tab Tab Tab是放 把Icon放上面看看 即時看一下 看一下 上面 就變這樣 可是字會變在下面 如果你下面這個不夠寬的話 那會看不到 這樣有點醜 有沒有 所以喔 這個可能 不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把它切到那個 這個地方特別之後把它改成就是用什麼 用NoTest好了 不要文字 這樣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了 OK 切過來 OK 所以喔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動作 記得 在這邊 點一下 然後超連結之後的話 在 右邊的部分 Icon用Home IconPose用NoTest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把那個 那再來就是說我希望每一個 頁面 都放同樣的東西的話 比如綠島機場 南邀機場等等 都放 那你就可能要把它複製貼過去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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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